大家好,大家好,欢迎来到今天第二节的万米早日节目 第一节跟大家讲了关于我们的卖判讯息 暂时这一刻,大巴的评估仍然是成立的 不知了,迟些会不会究竟 格塔尔真是很快搞定这单收购 令到大巴跌眼镜了 不过暂时这一刻还未见到,未登 这节目答应了大家说麦巴比丹业,麦总丹业 讲这件事其实有几个原因 第一,这件事可能就是这个转会枪最震撼或者最大的一单交易 所以一定要大家都清楚 第二,大家都知道,PSG就是一间卡塔尔领导的球会 虽然经常说买我们的卡塔尔的游王跟PSG是不同的人 但是大家可以有个idea 究竟他们怎样去管理这间球会 第三样东西就更加重要的 因为麦总丹业如果真是成了的话 将会对这个前锋的 音乐器更加大的影响 对我们买不买到一个好的前锋 都是一个非常大的关系 所以一定要跟大家讲讲的 首先讲一些事实给大家听 这个就是根据Fabricio Romano 我今早就看到一些 相关的Twitter的报导 文字报导 然后没多久之后 Fabricio Romano也做了一条YouTube影片 我看完之后 就现在跟大家分享 首先 麦巴比之前就签了一张 2加1的合约 我们也听了很多2加1的合约 或者加1 但是有趣的地方,今次的加1 是球员才可以启动的 即是说PSG作为一间球会 是没有了,不可以有这个 权力去启动这个加1条款 所以这一样东西就是说 如果你买一些这么大的球员 还要被他牵着鼻子来就 的话呢 那你会搞到你的球会 弯了大龙了 因为 说真的 我们不是第一次见的了 PSG这间球员 无论是尼玛 美斯 麦巴比这几单交易 都是说真的 就是完全是遷就了球员 而令到球会 是方寸大乱 兼且乱个乱世家人的 OK 不是第一次的了 他们都没有learn from mistakes 那我说真的 也都没办法的 因为去年 麦巴比说到 去皇马那样的 结果又要留人了 唯有就签一些不平等条约 对不对 还有有趣的地方就是说 加1的条款 原来就有个死线的 那个deadline就是今年的8月1号 即是说今年的8月1号 麦巴比就可以决定 启不启动 这个加1的条款 如果不启动的话 麦巴比和PSG的合约 只是去到2024年的 暑假 就是下 就是踢到一届 那他就free走的了 有趣的地方就是说 其实 只要麦巴比一直不出声 去到8月1号的话 那就自动不启动了 那就是说他就已经free走的了 但是现在 大家看看 只是6月而已 无厉害 为什么麦巴比又会放这些风声出来呢 这个就是有趣的地方 为什么呢 麦巴比是没有亲口说过的 他只是放风给 LACRIP 即是法国的媒体 告诉我们 而 我相信 Fepicio Romano 说得 他都找了他的消息来源 去证实这件事 所以呢 PSG 就真的非常之惊讶 完全不知道为什么 他会这么早说 亦都 相当 Fepicio Romano 香港就有点震怒了 但是呢 PSG也都很清晰地说的 他们呢 就不会让麦巴比free走的 换句话来说呢 要是 他们呢 其实原来 PSG已经在预备 即是8月1号之前 已经预备了一张新药 给麦巴比签 看看他就是不小 吸引他留下 但是把药都还没给麦巴比 就已经有这个消息流出了 那是不是麦巴比的 谈判伎俩呢 绝对是其中一样 你问我 但是呢 PSG 就不想他free走 还有呢 要不就续约 要不就 今个夏季 绝会枪 卖走你 这样 老实 又是那句 站在一个球员的立场 他们真是 没得输了 真是 因为首先就是 这条不平等条约 就令到他有个优势 跟着 还有一个多两个月 就放风出来 等到你乱了大龙 为什么呢 一乱了大龙的时候 你就会做错事 是不是 很多时候 错误的决定 就是因为乱的时候 乱中有错 大家都知道 所以 站在一个 普通 我不要理会 足球界的管理 一个普通的管理人 这些都是大忌 超级大忌 但是麦巴比 明显地他的团队 很懂得玩这些东西 就搞到PSG 弯了大龙 还要 被麦总牵着鼻子走 好了 这件事暂时的资讯就是这样 也可以一定程度上 告诉大家 PSG的管理 真的非常之 不够 说真的 他炒领队 吃山菜 已经是一个很大的问题 最重要的是 基本上 他给了几个大排球员 完全是弄得 整个球会 弯了大龙 最重要的是什么 那三个 刚才所说 尼玛米斯 麦巴比 都是不放手 你想想 一队 11个人 现在 就连 我们奥拉大的球队 都是11个都要放手的 我们看一会儿就不用说了 但是 他这队球 可以有三个球员 不放手 你说怎样赢到 重要的錶 来来去就赢到法甲 就是这么大把 说真的 PSG经常说 自己要挑战欧联 说真的 一天他们的管理 混乱到这样 一天 不断被球员 才要避免走 领队根本就没办法 发挥到领队的作用 的话 我敢说 你拿 就是 叫什么 拿欧联 真是 发梦 可以的 法甲就有你拿 你拿几十届都没意思 Anyway 所以 老实说 我就 不敢说 买曼联的卡塔尔班主 会不会跟PSG的班主 都是做一些类似的事情 就是 以为球员是 DRIVEN 以为球员是可以 带领着 球队去拿到佳職 老实说 这件事可圈可点 Notch and Tag 是球员 球员踢得好 令到球队佳職 这个一定是 铁一般的事实 但是现在我所说的问题就是 现在还不是 马达当拿年代 一个 天才的球员 甚至乎两个天才的球员 就已经可以令到整队 赢得到一些重要的錦标 是不是 我不要说联赛 联赛 例如今朝的38场 你要相当稳定 就算欧联是一个杯赛 究竟PSG那些 明星 是不是可以 即当的时候 然后站起来好像跟道柬 去令到球队入到球队和赢球 我暂时都看不到 相反 他们的工资就高高了 要求又高高了 待遇又离了 完全是 偏向了他们的 但是结果PSG现在搞成什么呢 除了班主或者CEO憤怒之外 我又不觉得他们赚了什么 说真的 美斯终于走了 尼玛又真正在搞他 想他走 现在麦巴比又自己说走 是不是 所以呢 除了乱字 我不会说了 说回 麦巴比这件事 对于转会市场 肯定是乱闹大龙 为什么 老实说 皇马 已经如无意外 花了亿几 买给硬 好像说他的转会budget都是两亿左右 他买到多少人呢 我想大家都猜到 他现在还不停跟老丈签约 续约 是吧 跟老丈签约 你就知道端倪 他顶拢了 最多都是拿多一亿出来 那 你都知道 卡塔尔 那个PSG 有几麻烦的 你说这次如果拿一亿出来 是不是真的买到麦巴比呢 这个就有得谈 因为可能 如果麦巴比这样铺 真的挺硬的 我是不续约的 我肯定是 不这个条款的 要是留到一季 要不然我就free走 不就是如果留到一季我就free走 要不然你现在买我 这样的话 其实就一定程度上 疑似是帮了皇马一把 可能 一亿都有机会买到他的 OK 但是 麦巴比那些东西 你想想上次 说他非望马不去 结果又留在PSG续约 会不会又是他扭解的 伎量呢 就是说可能他收到风 PSG已经给了一张相当不错 很厉害的约给他 但是他觉得不足够 不好意思我要多一点 所以就扭这样看了 这个可能性 我绝对不能够排除 亦都挺大机会 因为老实说 麦巴比是不是 真的很想他 现在这对皇马呢 我相信 明眼人 自己会有一个 想法的 比利涵去到 然后还要跟卡马云加 Trumani 然后那两个老将 究竟是怎么处理呢 即 莫迪克和 Kuzzi 中场那里基本上 都未很稳定 或者 未磨合到 麦总 现在去PSG 对不起 现在去皇马 是不是真的很容易 拿到欧联 未必 是吧 所以 这件事真是很有 很大的变数 亦都是那句 整件事我见到 麦巴比 将自己 摆于一个 不败的位置 怎样他都赢 这些真是 醒目仔 没得好说 另外 再说回对我们的 直接影响 就是说 如果 皇马真是 专心去追 麦巴比的话 这样的话 哈里 如果真是 选择离开尔治 其实就 真是 没什么 选择 变了我们 我不敢说 唯一 但肯定是 差不多 唯一的选择 如果真是这样的情况 因为 你想想 原本皇马 就想着 买 Kaiver 车道士 6000万也不贵 为什么 可能就想着 草拨 买个好一点 贵一点 但是 无论是 马里加尼也好 麦巴比也好 都只剩一年 但是 超级昂贵 那大家 自己想想 如果我都是要 花一亿转会费 买一个 只剩一年弱的球员 你选择 麦巴比 还是哈利坦尼 我想这个 答案 非常之简单 对不对 OK 但问题就是 你要记住 我当你曼联 都可以有这个选择 我当你曼联 都可以 你又会不会 慢慢拍比呢 老实说 你问我 我就不会了 因为 曼联现在的管理层 肯定吃不住 麦种 这种 超过杀人 OK 但是 皇马又会不会吃得住它呢 这个就是有趣了 这个我想就有得 就是斟除的地方 Anyway 无论怎样都好 这个麦巴比这单震撼弹 就肯定一石 几千重浪 看看我们这个转股市场 其实严格来说 都没正式开始 下个星期才开始 就已经 实在相当多的 波波浪浪 究竟呢 怎样发生 怎样成呢 我想就是观点 不过有趣的地方就是 这件事已经差不多 未够一日 但是 相当多的时间 暂时都没有媒体 传话来曼联 说真的 麦种 是不是 真的 觉得曼联已经不入流 所以都废话是全 这个大家也可以讨论一下 今次来到 多谢各位收看 拜拜